六個月大的小寶寶 白嫩屁股變成紅通通一整片 台中這名小男嬰因為尿布疹 媽媽自行到藥局買成藥塗抹 沒想到擦了七天越擦越嚴重 甚至還出現了刺激性皮膚炎 有如被火灼傷 有擦成藥的部位都變紅 就像穿了一件寶寶丁字褲 有一點誇張 找醫生 可能醫生比較專業 皮膚科醫師指出 市售的尿布疹成藥大多是 副方成分 還含有麻藥 對嬰兒敏感脆弱的肌膚過度刺激 並不建議兩歲以下的嬰幼兒使用 那最近尿布疹的個案也是蠻多的 開始初期有一些紅屁屁症狀的時候 如果大人可以在旁邊顧著 可以讓他曬屁股 大概五到十五分鐘都可以 先一個趴睡 就是跪姿趴睡的狀態 讓整個屁股通風出來 不要一直悶在那個 超時悶熱的尿布裡面 尤其夏季最容易出現尿布疹狀況 光是上個月就出現三粒 避免嬰幼兒皮膚出現狀況 選擇透氣尿布 或是在寶寶尿尿或排便後 用清水清洗 保持乾燥通風 才不會讓小寶貝白受罪 環宇新聞紅世辰張亞豬台中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打開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